关心病一直是全球发病率最高的慢性疾病,每年因为关心病而死亡的人数,甚至远远高于肿瘤。 我们都知道很多慢性病都有并发症,如高血压、糖尿病,那么关心病也有吗? 答案是肯定的,和高血压、糖尿病一样,关心病一旦出现并发症,往往也比较严重。 但是,这些异常的信号和标志,你确都了解吗? 第一,胸痛,对于普通的关心病心脚痛,主要是胸骨中下段疼痛,薄疾整个心前趋,每次疼痛发作的时间,持续数分钟至半小时不等。 休息或舌下含浮潇酸酸甘油后可缓解,如果胸痛突然加剧,呈持续性发作,且休息或舌下含浮潇酸甘油难以缓解,要警惕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。 第二,烦躁不安,出汗,冰死感,恐惧,对于普通的关心病患者,一般不会出现特别不适的感觉,也就不会有烦躁不安,出汗,冰死感,恐惧。 如果一您关心病患者,突然出现这些异常,则需要警惕急性心肌梗死或心力衰竭的发生。 第三,进行性加重的胸闷气粗,很多关心病患者,并没有明显的胸痛,但是随着病情的进展,却出现了心力衰竭的病发症。 它的典型表现是,活动后胸闷气粗,夜间更容易发生,患者常常无法平握。 第四,双下肢凹陷性水肿,关心病心力衰竭,容易出现双下肢凹陷性水肿。 这是由于静脉回心血量减少所致,所以如果出现水肿,且排除肾脏,肝脏原因,则需要警惕心力衰竭了。 第五,心肌,发力,头晕,甚至是晕厥,关心病还有一个重要的病发症,就是心率失常。 比如防性脏脏,是性脏脏,防式传导组织,快速防产,至上性心动过速等等,心率失常会比较危险。 特别是失心心率失常,不仅容易出现心悸,发力,头晕,晕厥,还可能导致心脏周停。 关心病最严重的病发症是,急性心肌梗死,心力衰竭,心原性休克,心率失常。 关心病之所以成为死亡率最高的慢性病,恰恰也是由于这些病发症。 所以对于关心病的人群,一定要提前干预,要在没明显症状的时候,就进行生活方式,或是要误干预,以避免病情的持续恶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